罗特列克出生于法国阿尔比的图鲁斯伯爵家族 贵族世家近亲东风的灾难 也波及到罗特列克家族 他从小身体就十分虚弱 十多岁时因为大腿骨折 因此停止生长 身高一直只有152公分左右 而且走路需要依靠拐杖 否则寸步难行 他的父母给了大画饼 幸好他在绘画方面大有天分 于是他的父亲提供学费和生活费 让他在巴黎学画 甚至还为他租了一间画室 巴黎的夜晚充满了夜总会 剧场 妓院的灯光 罗特列克时常出入那些地方 偶尔夜宿妓院寻欢作乐 也经常在夜里描绘妓女们的生活 他还会以石板画 为剧场和歌舞剧团制作宣传海报 获得热烈回响 从某方面来看 他也称得上是商业美术的始祖 烟花柳香的妇女们 活在梅堵和酒精的折磨下 只能以浓妆艳抹 睁眼蓝绿的生活 罗特列克就是他们温暖的伙伴 可惜他酝酒伤身 才37岁就结束了短暂的生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